一大堆抗疫示威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不过联合国前一阵子 才在三个礼拜前6月23号 刚刚通过一个谴责案 就是谴责美国 谴责美国制裁古巴60年 这个将近有184个国家 联合国就193个会员国 有184个国家赞成 谴责这个美国经济制裁古巴 将近60年 只有两票赞成 就是美国本身还有以色列 他的盟友以色列 之前还有乌克兰 还有包括这个别的国家 几个国家巴西 也投票赞成 这一次都没有反对了 所以感觉上 美国经济制裁古巴的这件事情 一直遭受诟病 也是这一次古巴总统 在把整个大规模游行抗疫示威的责任 甩认为说是美国要负很大的责任 韦东君怎么样看待 古巴这一次的 大规模游行抗疫示威来争取 要自由要达到这种威权的体制 您觉得呢 我首先要解释一个制裁本身的效果问题 就说制裁呢 美国当然有的时候打联合国的名义 有的时候就自己单独的当国际警察嘛 他就这样自由裁量权 但是呢制裁这件事呢 比方说两三年一两年吧 最多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 如果没有效果的话 就得采取另外的办法 因为这个制裁呢 是意味着他强迫 美国在外部强迫这个国家的政府改弦更张 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改弦更张 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 等于呢和他本国的人民捆绑起来 共渡难关了 变成这样一个状态之后 如同伊朗 如同朝鲜 这个 这如果你继续坚持制裁的话 对政府的制裁就不会有效果了 这个会起到两个负面的效果 一个负面的效果 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 成为一个打击的一个手段 政府呢在国内又在这个国内又能剥夺人民 就是对政府官员高官主要领导人 起不到任何这个生活上的影响作用 他在他那个国内的自由度仍然很大 等于说这个制裁呢就会落到这个被制裁国的普通民众身上 这是第一个效果 第二个效果呢会引起这个国家严重的民族主义的反弹 认为我们现在日子不好 反倒不是我这个国家的独裁者 给我带来 是美国带来 那么古巴这件事 这个荒诞的持续了60年 等于把人家至少三代人都困在这个国度内 说是因为他是这个卡斯托罗等等 这个共产国家集权 用这样的意识打击他 那你要精准的打击到卡斯托罗集团才行啊 这成了一个反 这个反卡斯托罗成了一个反整个国家 在惩罚那个国家的人民 这个实在是非常的不人道 这种制裁本身 这个给这些国家在造成的这种经济上的灾难 人民的困苦 是美国这样的世界民主国家 国际警察不该做的 这成了一个 这个发现这个专制国家 有一个坏的领导集团 或者一个坏的领导人 把国民绑架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作为警察 你要去解救人质 解救人质的前提条件是消灭绑匪 或者跟绑匪谈判 要求他释放 这就是制裁的意思 如果长期对质下去 然后最后说你不放人质 我就连人质都不给你们吃到 连人质一块消灭 那美国这个制裁的正义性 就慢慢的失去了 变成了你不是要制裁 这个国家的绑匪 它的统治集团 你就是要消灭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美国继续采取 对古巴的制裁 实在是不明智的 我说到这 总长 这个古巴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纠葛了这个几十年了 那拜登总统呢 已经这个明确的表态 在白宫了 昨天也讲了 他支持古巴人民争取自由 脱离这个威权的这种权利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美国的后院古巴 跟美国之间这种政治纠葛 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是对古巴实施 作为贸易制裁 很多游客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办法到古巴去玩 这是对古巴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经济来源之一 也一直没有办法 那加上这个川普总统任内 还把古巴列为 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这个美国到底这个后院着火 他怎么样来处理 这一次的这个事情 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来走向 走这一步棋 我们知道在欧巴马的时代 曾经对于制裁古巴松绑 而且美国积极地跟 这个古巴寻求关系的正常化 有人甚至认为 这个古巴跟美国关系的结冻 是欧巴马少数的外交成就之一 没错 那确实如此 这美国制裁古巴半个世纪以上 那么对于古巴所造成的 一种人民生气上痛苦 是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古巴临近美国呀 临近美国 美国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市场 也是期望美国的一个投资 让古巴的产业各方面 民生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但是美国长期制裁古巴的经济 但古巴成为一个 纯粹内需型的经济体 那么它跟国际的联系 那么过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它跟中南美有一些联系 但是美国是它最重要的 一个经济的市场和投资来源 都被封锁 而且美国对于古巴制裁的措施 是非常严厉 是从来没有松绑过的 那么这个对古巴是一个 国民生气上 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已经到了不仁到底 而且古巴现在 所谓卡斯特河招营 它本能已经下来 它定性的原因 已经交选总统的职位 所以现在古巴它是一个 逐渐的去卡斯特河的一个国家 美国更不应该继续的对古巴 实际上强异的制裁 国与国的交往 你要让这个国家改变 以美国强大的文化力量 经济力应该是交往政策 才能够促进它的改变 不是封锁政策可以促进它的改变 你比如中国大陆 你讲了这个什么 我们交往政策失败 其实可能是你期望值过高吧 你期望值过高 中国大陆过去二三十年 跟美国的交往 已经促成它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不但是经济体制的改变 人民生活形态的改变 甚至人心意识上的一个 非常大主流的改变 美国有大量大量 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还有各种官员 各种交流活动 这些人在两个国家之内 交流起了很大的主流 无形中就影响到 整个中国大陆的人心意识 尽管中共的政权 还没有改变 它的一种威权领导的政治形态 还用民族主义来对抗 美国之类的国家 对它的压制 但是中国大陆人心意识 生活形态 已经相当程度的美国化 如果美国继续大幅度的 跟它经济上的交往 文化上的交流 那么长期而言 就是促进中国大陆的 一个内部的一个演变 因为人心意识的改变 虽然意识可能被压制下去 但长久而言 它是改变这个国家 一个根本性的力量 这些美国封锁 跟中国大陆各方面交流 是对国家的一个长远的战略 应该是主持的 对古巴一模如此 美国要改变古巴 应该是积极的交往 透过经济的社会的文化 各个成人交往 让古巴社会慢慢的起变 因为美国是有强大的经济力 又强大文化力 美国的文化在全世界 所产生的影响 是根深蒂固 而且是无缘不戒的 它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文化的发展 国家的走向 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那你为什么放弃古巴呢 把它当作一个弃而丢弃 逼迫你活不下去 所以希望这种方式来改造 应该是 当然古巴经过几十年的被封锁 它经济非常困顿 民生非常困顿 那么它人民没有大规模造的 很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均贫的社会 大家是一样的贫穷 没有真正的阶级的分化 那么现在呢 它出现三个问题 第一个政治威脅的压制 比较松了 而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 人权法治的渴望 是这个逐渐会成为一个 希望改变政治体制 或政治威脅领导 一个推动性的力量 那么第二个改变呢 就是今天在这个经济的困顿 让很多民众活不下去 他们觉得这个国家 这个必须有所改变 无论是经济的体制 或者是共产主义的维权领导 或者是跟美国之类国家 交往的方式 被封锁的状况 都必须改变 所以经济上变革的扑升和动力 是不断的加强 第三个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造成人民生命的威胁 恐慌 还有生计上更加的困顿 那么所以今天 古巴各地开始有骚动现象 就是这三个因素造成的 一个政治上的反威权 第二个经济上的反贫困 第三个新冠病毒 所造成的一个生命的安全威胁 和生计上更加困难 所以这三个力量加在一起之后 古巴应该是未来 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变革的社会 那么可能称不上颜色革命 但是人民会有更大的一个 支配自己命运的一个要求 而威权体制对他们压制力量 也会消弱 所以古巴是酝酿的一个重大的变革 那么在这个时候 美国实际上不应该继续去制裁 封锁古巴 才应该积极的交往 甚至去改善跟古巴人民的关系 那么只有改善古巴人民的关系 对他们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 还有让他们对于美国社会文化 经济更大的向往 那么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古巴的一个变革 让人民能够开头 让共产党体制 他们的权威支配力量要削弱 所以美国应该顺着目前古巴情势积极地参与到古巴的一个交流 还有各种交往 我们需要顺利国际的疫情 全世界稍微文明的国家和不文明的国家 进步的国家和落后的国家统统一致的反对于美国对古巴极力制裁 因为美国还有什么理由持续你顽固的一个僵化的政策 伟统社长如果按照董事长这样提到的 你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改善跟章 从封锁制度走向对古巴的这种所谓的比较交往政策 另外就是说 刚才董事长也提到 古巴面临一个变革 这个变革 这个变局有没有可能像阿拉伯之孙 这样大规模的风举云勇 争取自由 有没有可能 文东兄你在现场吗 我在现场我想补充两点 也是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个你刚才是也是在问我对吧 对在问你 我完全同意董事长刚才的分析 这个你说有没有可能阿拉伯之孙 我觉得现在就有点像 这个因为有40多个城市发生这个群体示威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总统呢 出来说你们应该矛头对外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困境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是美国造成的 那么美国真正的这个有效的措施 应该是这个就是你反对哪个国家 你一定要想办法削减这个国内的民族主义 让他对你好 你反对这国家的政府 然后那里的人民又拥护美国的这种反对 这才能够这个这个内外合力 改变那个当地的政府 如果美国继续制裁就等于替古巴现在的威权政府加强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对这个威权政府的支持 所以呢 美国应该像董事长说的 因势力导 尽快的这个跟古巴人民和好 跟他的政府谈判 才有可能导致古巴的一个变局 而且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大家都看到中国呢 跟这个古巴之间有些交往 但是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不结盟国家 中国也知道1962年这个古巴导弹危机 这个陷入这个困境之后 这个美国对古巴的态度 就是说一个外边的一个大国 这个去插手古巴的事情 美国是非常敏感 所以呢 中国也不想刺激美国对自己像防苏联那样防范 所以中国和古巴之间并没有走得很近 那么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古巴成了一个全世界的弃儿 他成了苏联的弃儿 成了美国的弃儿 而且他也没有投入中国怀抱 那么这种情况下 美国恰恰应该把这个弃儿捡回来抚养 然后把它纳入自己的一个体制框架 古巴现在实际上实际已经成熟 到了这样一个状态 美国如果自己继续僵硬的 采取现在的路线 等于给自己的后院 制造一个将来不可收拾的垃圾厂 现在你看这是海地 出现这么大的事 海地自己的这个临时政府都呼吁美国出兵 美国也不管 美国好奇怪 我曾经建议 我说你不用去跟中国 这个去这个较进这个一带一路 你可以在自己的美洲 搞自己的一带一路 你自己也有产能过剩 工业人口这么多 如果把它动员起来的话 这个这个你把整个美洲开发出来 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包括团结整个美洲 你不能门罗主义说美洲是美国的美洲 别人不许插手 别人也没敢插手 这么多年 但是你自己不管 自己任由他衰落 现在整个这个这个中南美的第一大岛 就是古巴 第二大岛就是海地 你看这两个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局面 我还要补充董事长另外一个关于中国的看法 关于这个蓬佩奥他们说 这个这个尼克松路线的失败 这个完全是一个误判 这个我前两天在基辛格访中50周年的时候 这个发了条推文 我们我说我们不是要感谢这个人 美国当年50年前的勇敢之旅 使我们这些人 我们在座的这些人 这个你们来自台湾或者香港 跟我们不同了 来自海外的就是1980年代以后 出国的中国大陆人 都要感谢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的 这个勇敢的破门之旅 使我们这么多人 几百万人走出国家 然后呢 在川普上台之前 全中国上下的这个知识界 包括有点文化的人的这个感觉 都是特别亲美的 特别亲美就意味着 倒过来会比较性的批判中共的威权品质 希望在国内这个这个促使中共变革 这跟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良性互动 应该说美国从尼克松这个访华 以后的五十年当中成功的极大的 对中国实施了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 只不过这个路行百里 现在只过期半而已 现在就急急忙忙的否定 原来的这样一个对中国所谓 拥抱熊猫政策 是非常不明智的 川普政府改善更张之后 现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确起 美国成了一个讨厌的对象 中共跟大家说的敌人 阶级敌人国际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反倒被川普极大的证明 那这就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要反对这国家的政府 你要希望它民主化 你要跟这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 你就按照这个我的说法 你要反共不反中 但是你现在把共和中理 用从外界把它给捆绑起来 它就会变成国内的民族主义 大家就更去支持共产党了 这个路反倒走不下去了 所以我认为川普政府前四年的 所有的策略 都是非常愚蠢的对待中国 所以中国方面也把它叫做川建国 使中国内部团结起来 那么现在呢 由于两党的争斗 拜登政府的国际路线 不敢违背共和党的这个路线 只好这么这个继续 继续是为了换取民主党在美国国内 要赢得共和党的某些基建 这个新冠方面的支持 这个两党撤走的结果 拜登的路 这个国际路线 基本上是销归操碎 只跟川普这个不同之处 只在于他去重新整合了 国际民主同盟 但是给中国带来的问题 是一模一样的 跟川普时代 这个两个问题 跟古巴的问题是类似的 如果美国不能明智的 改变这种反对一个国家整体 这个这样的方式 就是只反这个国家的威权政府 不反这国家的人民和整体 这个这是美国该采取的 如果坚持以往的这样 包括对古巴 对中国的办法 对美国来说 每周没有好日子过 跟中国也抗衡不下去 你让14亿人都紧密的团结 带来中共中央周围 变成这样一个局面之后 你怎么抗衡呢 好 我补充在这 伟东东我想继续请教你 就是根据follow up 你的感恩的答问 就是说如果现在拜登的 对华政治还没有完全落地 还在凝聚共识当中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白宫继续可以走向 像基辛格提到的 叫美中健康的这种对话 或者是说交往管道的 有没有可能呢 有这种可能 最近风向有所改变 我觉得拜登政府对中共路线 总体上是受到国内的 共和党的压力的结果 他是这个左右想呼应着 跟中国也要慢慢地搞好关系 最近的改变就是 亚洲沙皇坎贝尔 突然冒出来说不支持台湾图立 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呢 是拜登智德意满 G7会议 北约会议 欧盟会议 这个普京会谈 这些事都完了之后 他认为国际同盟已经重新建立 可以跟中国谈话 也可以这个侠 这个诸侯 自己就是天子 这个世界天子 天子侠世界诸侯 这个可以号令 这个东吴孙权了 或者是巴蜀 这个蜀国了 从欧洲一回来就说 现在可以跟中国对话 可以跟习近平谈谈了 那你在习近平看来 和中国看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拉好了一个帮派 说现在要把我拉出来批斗了 要开始来当面教训我了 我不理你这个茬儿行不行 中国就坚决不理这个茬儿 也不接电话 也不呼应 好几次电话都不接 然后也不答复 说是在G20外长会议上 有可能这个 跟这个中国的外长见面 不理可能 人家王毅就根本就不去 只搞了个视频 这个介入那个会议谈话 然后呢 中国又在支持巴勒斯坦 持之建国 在阿富汗问题上 在缓慢的接手 这个调整 这个中亚和这个中东问题 等于在跟美国 在国际上在较劲 那么现在呢 拜登政府等于陷入了一个 两难的局面 特别高调的 拉起了国际同盟 把中国呢 看似孤立了 然后呢 说我现在要跟你谈谈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中国不接这个牌 中国就像上次 我说到的农村包围城市 跟第三世界国家 继续保持很好的这个 这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不离美国 那进退两难啊 这两个大国 还要盘呢 川普签署的第一期 这个贸易协定 这个中国还在认真旅行 那戴琪到现在 都没跟中国的贸易代表 真正的打交道 那这个协定还旅不旅行了 在全球范围内 还有新冠疫情的抗疫 这个这个这个合作问题 还有这个生物多样性的 这个公约要在分明去签 还有气候变化要合作 还有台湾的这样一个 敏感的问题要解决 这些事情 这个会使拜登政府 陷入进退两难之地 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 出现一个转机的 这个我们再往下看就是了 嗯 接下来董事长 我想请教你 刚才这个韦东社长 也提到了这些问题 那这次古巴的这种 所谓大规模抗疫事危机 加上海地 这个总统被被暗杀 还有前一阵子的这个 我们讨论过好几次的 缅甸军政府的政变 多少少都看到想美国 想参与美国的影子 加上这次美军要从 从阿富汗撤军 到底中国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从这些看得起来 这个拜登到底 整个外交政策 是不是透过这几件事情呢 可以会慢慢的 会走出一条拜登想要跟川普 不太一样的路呢 拜登他是想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那目前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讲 现在这个拜登呢 他要集中这个全球的盟友势力 来共同对付中国 然后其他会分散美国威力 和支援的国际的一个过去的一个 这个他的布局啊 或者他战术啊 或者是他的这个 这个可能要涉入的一个风险 他全部避开 其实你就在战略收缩 这方面他是战略收缩 比如说阿普汉的撤军 中东的一个逐渐的淡化 然后对于后院啊 这个失火啊 这个啊 这个海地出现这么大的事 他根本不接受海地政府的请求 他不愿意派军队去 然后刚刚的巴 他就继续封锁 他不愿意涉入古巴的一个长级的 一个内部的改造 甚至引导古巴的一个对外的行为 所以这个 他一心一意呢 就是要对付中国 对付中国 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集中力量 来办对付中国这件大事情 那么对付中国呢 他应该是阶段性的做法 第一个阶段 他是统合国际的各种 传统的盟邦的一个力量 希望能够对中国共同施压 那么这个做法 应该是有点绩效 但是呢 可能是形势意义 表象 大于实跡 或者短期效应 大于长期效应 所以这个欧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德国跟法国 他们领导呢 也跟习近平 这个通话 也认为应该积极交往 然后经贸投资 要强化 然后这个 中欧投资协定要应该赶快通过 所以这个欧洲国家 以法国 德国为所有国家 他们并没有达到美国 拜登这么的期望 也就成为反中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战友 那么其他国家一乎如此 即使是这个澳大利亚 他受过中国那么多的一个制裁之后 他现在也希望跟中国能够恢复交往 所以这个 什么印太 战略这些国家 澳大利亚 印度现在新冠病毒非常严重 自身难保 也没有积极形势 那么只有日本是比较积极 但日本他基本上是这个被动性的配合美国 他没有主动的去挑战中国 所以他在乎的是如果台海 这个稳定局势发生改变 他是不是跟随美国 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 他只是如此而已 那么所以说这个拜登呢 结合全世界所谓盟国 来共同压制中国 可能是声势大 实质效益不大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他呢 这个在很多的地方呢 也都没办法形成 预期中的遏制中国的 一个强大的力量 一个所谓联合政线力量 像俄罗斯 他还是跟中国抱团抱得很紧 对于美国只有 局部性的一个改善关系 他不愿意放弃 他跟中国 积极交往 长期的伙伴关系 那么其他的地方 我们说阿富汗撤退 阿富汗撤退 基本上是类似越南 撤退以后 所造成的兵败如山倒的 一个同样的状况 那么而且美国一撤 那么中国的力量 就会积极的介入 阿富汗 介入阿富汗 那么将来 这个整个中东 也慢慢的 会跟中国 更紧密的关系 那么东南国家 目前也没有看到 哪些国家 积极备和美国 去制裁中国 所以今天 川普他的这个 跟国际盟友交恶的局面 虽然拜登 相当程度的扭转 但是呢 他设定的目标过高 他对各国的要求过大 让各国呢 选边站 然后站队美国 那么这个来讲 各国居一 他们自己的 现实利益的考量 都无法配合 美国的这个 高调的要求 另外呢 拜登也是被国内的 这个政治情势 按舆论所签的这个签字 所以他不敢违背 美国的两党 共同都 这个强烈的 要跟中国进行战略 对抗这个共识 他不敢违背 而且今天美国 不但是两党共识 美国的民意 也趋向于 这个对中国极不友善 极不友善 这种情况下 你如何去改善 跟中国的关系 而且今天拜登希望做的 我刚刚讲两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阶段 他结合国际力量 然后呢 去满足国内的民意的需求 不被批判 太软弱 那么这两方面达成之后 他下一步 就希望跟中国达成具体的交易 具体的交易 就是说他挟 刚刚这个 伟中书讲的 挟这个各诸侯 来对付中国 要逼迫中国 在某些地方退让 然后美国 什么对中国过去的一些 制裁措施 像什么关税 这些才可以慢慢的 那么他就是要 挟这个国际盟邦的需求 以及美国强大的民意的后盾 以及川普所造成的 种种的制裁中国的 那种 这个居高临下 的一个形式 的一个造成的制裁的 一个实质的 这个政策 他都希望 拿这些力量 来逼迫中国 这个让步 就范 然后让他 这个反中联盟 他可以更加的 就号召 大家 你看我美国老大哥 结合你们力量 就压迫中国 批服了 然后他可以跟美国 内部的民意 和政党交代 我现在 这个跟中国 这个达成了 逼迫他让步 的一个 一个 政策的效果 所以我们将来 可以跟中国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 协商 甚至是交换 所以他现在呢 就是觉得 他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所以他希望 灭着 全体的会议 跟习近平见面 在这之前 他这个 通过协商 然后逼迫中国 做某种程度的 让步 让美国 觉得 他很威风 他这个 半年多的一个 压着中国 这个大事的 积极的效果 所以他现在 是要进入 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 中国呢 当然 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呢 现在就是谈条件 看你能让什么 不能只是 我骗你让步 好像我向你屈服了 而且中国现在 这百度的姿态 是比起来更高了 这个不但是 这个阿拉斯加的会谈 其实是习近平的 一个 中共建党 百年的讲话 非常强硬 所以他基本上 现在中国呢 他是这个 对美国 也摆出一个 绝不屈服的 一个强者之战 所以你觉得 拜登如何能够 让中共 接受 的这种 压力的一个 之后 有所屈服 有所让步 也是 非常艰难的 一个状况 这个未来 我们有很长时间 可以来观察一下 这个拜登 习近平 到底会会晤 会晤到底能够谈出 什么样一个结果 不过这个海地的 这个政局动荡 以及加上 这次古巴大规模游行 抗议示威 可以考验着这个 拜登上任之后的 所谓中南美洲政策 这个我们也可以在 未来今天大新闻里面 来讨论 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记录 我记录